腹胀便秘没有快速消除的方法 那么患者可以通过坚持运动,对症处理,多喝水等方式来进行有效的改善 首先第一点我们来看坚持运动 肚子胀气出现便秘的情况可以通过断裂来自于我们肠道的蠕动 使大便的排泄速度加快,同时可以有效的缓解腹部胀气的情况 那么注意不要进行高长度的一些运动,防止身体受到损害 那么第二点我们来看看怎么样对症处理 像肚子出现明显的胀气,便秘的问题 通过使用开塞路可以有效的促进排便,解决腹部胀气便秘的问题 但是不建议长期使用,只能够作为应急的措施 长期使用会产生一些依赖性 那么第三点我们来看多喝水 引起便秘的主要原因是水分不够充足导致的 没有水分会导致肠道的蠕动比较缓慢 出现大便干节,不容易排出的现象 建议患者多喝水有助于消除便秘等一些问题 腹脏便秘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相关的药物 但是不建议长期的使用 后期需要加强对个人的护理 有健康的饮食结构多喝水 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加强锻炼 那么通过以上方式可以有效的解决腹脏便秘的问题 我是徐医生,关注了解更多的健康小知识